但打到现在 感觉就是说除了总统这个非常的紧绷之外 立委也成为主战场 那您的看法呢 当然这场选举两个最重要的选择 一个是如何选择出台湾下一个领航者 但是一个领航者是扶着方向盘的人 他导应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之外 我们需要有很强的引擎 来协助我们在前进世界的路上加速 那国会就是台湾前进的引擎 那以过去的经验 政党轮替已经是台湾民主的建制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主常态 但是如果国会不过半 在过去的民主经验里头 他造成的政治空转 那意识效率的低落 那这都是台湾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惨痛经验 所以国会能不能够过半 在执政党民进党而言 我们能不能够成功的单独过半 或是我们如何来阻挡住蓝白的联合过半 这都是这场选举不下于总统胜选 同样关键的一个选择